香港开电视节目《Feed High有条路》 在新一年除了有新报警之外 还有李丽珊再次回归主持阵容 这日她和方健宜一起为节目录影 就说她和Akina很快就捉到一个默契了 Lisa就回归这个节目了 开始建立默契了吗 有啊 我觉得都OK啊 默契都 可能大家都是女孩 容易一点去有默契 而且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健康资讯上的东西 所以其实尤其是拍节目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Akina 因为她的眼神好像会说话 很懂得交播 所以我觉得有她在 虽然不用说话 透过眼神就已经沟通得到 所以这个默契是很自然地已经建立了 除了主持节目之外 Akina早前也参与了剧集拍摄 饰演屋宇处助理处长 她说对比起之前的演出 自己这次的表现也叫做有进步 我现在我自己看回 总算是比以前的拍摄是进步了一些的 譬如去做韩战2 去做一个谈判专家 我再看回有时电视也会重复 我看回很不堪 好像背书那样 完全是一些感情都没有 但这次慢慢浸浸感情 又觉得都可以 我会继续努力 还有排练的时候 也有老公在身边陪着你 你跟他继续酒 我对啊 之前那晚 你坐在那里 你扮我下傻 我又执你 那些 你又觉得怎样 要逼他说回那些的看法 这方面都有帮助 至于Lisa早前就出了新碟 她说这次真是很用心制作 希望大家满意了 其实这次的碟 所有的idea都是我自己想的 那又是将那个message 想带出来那种开心纷纷的气息 可以感染到大家 听那些歌的时候勾起一些回忆 也希望可以在去年年尾 大家好像捱过一年之后 有些开心的东西带给大家 Lisa说都有给女女听自己唱的歌 还说女女认得出她的声 每次播歌都即时有反应